大众请佛陀开示,为何大阿罗汉周立潘陀且尊者生性如此愚钝,这其中有何种因缘? 佛陀开示道,过去人寿二万岁时,加设波佛出现于世, 婆罗尼斯国中有生文弟子两万人,其中有一位比丘精通三藏, 但是他迁谈佛法,从不愿意教导他人,甚至连四句寄语都不愿意为别人讲说。 这位比丘命中后,生在天界,天寿静后,又出生在一个养猪的屠户家,长大后以杀猪为业。 屠夫居住的村旁有一条大河,一次河的另一边一个村子庆祝节日, 屠夫想去那里卖猪肉,又怕肉卖不完坏掉,就想我把活猪运过去, 有人买,我再把猪杀掉,这样就不会有损失了。 于是,他把猪绑在船上,准备渡河,没想到渡河过程中, 群猪在船上挣扎起来,把船给弄翻了,猪都淹死了, 而屠夫也落入水中,随波漂流,被住在下游的一位独爵佛救起,捡回了性命。 他感念独爵佛的救命之恩,每天采花供果,供养独爵佛。 后来,又学着独爵佛缠坐的样子,搭起坐来,他精情休息,得到了无想定, 命中之后,生在了无想天处,天寿静后,又出生为人,就是现在的周立盘陀琪。 因他过去迁滩于法,又多杀戮,然后又生在无想天中, 这些导致他的业缘置于置顿。 所以,李秋们,应与诸友情长生悲悯,以清静心为之说法,应远离协定,休息镇定。